同通通的韓式泡菜新奇开胃又下饭 不仅是南韩餐桌上的国民食物 也风靡全球 不过正统的新奇全面临消失危机 新奇大多以大白菜 萝卜或葱等食材腌制而成 白菜新奇尤其受到欢迎 不过随着气候暖化加剧 南韩适合种植大白菜的凉爽地区 正逐渐消失 大白菜最佳生长气温 介于摄氏18度到21度 但江源到领东地区 今年夏季均温已经超过25度 暗板秋50多年来 以种植高山大白菜文明 南韩全国夏季大白菜 有超过九成来自这里 不过这20年来 收成却不断下跌 不少新奇厂商担心 新奇产品被迫涨价后 消费者会选择放弃在地生产的白菜新奇 事实上当局统计 今年前七个月 新奇进口量已经较去年同期成长了6.9% 创下新高 进口的新奇大部分来自中国 而不想再让情况恶化 南韩农村郑新厅 已经启动开发耐热和抗病品种的大白菜 努力拯救在地新奇 进新闻综合报导 立刻下载进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